中山高中五點下課時間一到 要搭專車回大慶大城社區同學 腳步要特別快 因為現有的兩部專車 只能載約120人 不過住在大慶大城的同學 卻有約400人左右 專車經常是像這樣好急 搭不到專車的情形 更是經常發生 人還滿多的 如果要更多專車就好了 我覺得我們專車 數量有點少 如果碰上下雨天的話 很容易因為人太多 然後沒辦法趕上 然後或許會有淋雨 然後回去感冒 然後身體很濕 很不舒服這樣的狀況 身為校友的市議員楊詩誠 在四年前 為學校爭取到第二部專車後 日前又發文給市政府 希望能再增派一部專車 目前我們中山高中 國中部就有一千人 高中部也有四百人 在這個留校下來的時候 五點下課的這些人 有學生專車只有兩步 那兩步的擠得擠得再擠 就沒辦法上去 致死的就是學校家長的抱怨 學生回到這個大京大城 路程非常遙遠 也是碰到下雨天的時候 就必須要走路回去 因為這個專車坐不下 大概最少二三十個人 都必須要過雨 走路回去淋雨 因為我們家長的上下班 也沒辦法在這個時間 回來載小孩子下課 所以我們今天針對這個問題 我也跟公車處處 陳處長講這個問題 反應這個問題 也跟校方商討這個問題 爭取再多一步出來 解決這個學生專車的問題 首先謝謝楊藝園 對我們學校同學的關心 那我們學校同學要到大慶的同學 相當的多 他們如果沒有搭專車的話 必須在中間換車 尤其在冬天的時候 下雨的時候 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的累 所以我們楊藝園 幫我們爭取專車 讓我們同學可以直接到達社區 回到家裡頭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安全 我們也在此非常謝謝他 那因為我們學生比較多 那兩部專車似乎目前是不太夠 如果我們上級長官 有這個機會的話 能夠再多配我們車輛的話 來輸運學生 那我們中山高中 會更加的感謝 同學若自行搭公車回大慶大城 還要轉車 需花兩段票18元 不過搭專車 只需要一段票9塊錢 所以搭專車方便有時會 是不是還能爭取到第三部專車 目前還在等待市政府回應 記者鄭君云 新聞報導